花莲县生命县协会举办第22届第二次的会员大会及青春团拜 会中表扬了112年优秀志工督导奖还有服务年资奖 理事长江岳成感谢志工伙伴们无私奉献 也期盼有更多人可以加入生命县 在重要的时刻给予及时救援挽救宝贵的生命 春节过后 花莲县生命县协会举办第22届会员大会及青春团拜 理事长江岳成感谢志工伙伴们的无私奉献 全年无销守护在重要时刻挽救宝贵的生命 岳成接任这个花莲县生命协会理事长 已经到第二任快要卸任了前夕 在今年元宵节刚过完 我们花莲县生命协会第22届第二次的会员大会 还有那个青春团拜在今天盛大举行 全体164位会员还有我们的会晤干部们一同来同欢 在这两届四年里面我们会晤非常顺畅 我们去年的接线高达7500多件 然后我们帮助了很多很多的需要帮忙的好朋友 那我相信生命县的照顾是全方位的 我们希望所有需要帮忙的问题都可以打1995 我们会协助你 现场包括了市长魏佳燕 吉安厂长游淑贞还有多位先议员及代表都到场日益 也向生命县志工献上最深的敬意 会中还表扬112年优秀志工督导奖 还有服务年资奖 同时也准备了蛋糕庆生 许多贵宾还赞助摸财品 让生命县的伙伴们欢度一个愉快的周日假期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